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已经进入第24天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 许多联邦员工的生活面临困难 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建议让政府暂时重新开门 但是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 他已经拒绝了这项提议 那么详细情况 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 耀义 是的 林森 特朗普总统在这个1月14号 星期一还是要前往新奥尔良 参加美国农场协会100周年的年会 那么在离开白宫之前 他在白宫南面草坪上告诉记者说 他说他知道现在有联邦政府的员工领不到薪水 但是他说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同意他的做法 包括边境巡逻局的员工 那么根据共和党的参议员格雷厄姆所提出的 敦促总统说希望他能够暂时的 让这些部分关门的政府单位重新开门 然后再继续跟国会当中协商 那甚至以后也可以动用紧急的行政权力 来宣布紧急状态 绕过国会来修建这个边境的墙 不过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说 他已经拒绝了这张提议 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那是林赛的建议 我拒绝了 我不感兴趣 我想要将事情解决 我不想只是拖延 那我们知道呢 特朗普总统已经拒绝了这项 让联邦政府可以暂时重新开门的提议 那格雷厄姆参议员 其实他原本的用意是希望说呢 之后总统也可以绕过国会 以行政权力来宣布紧急状态 那不过呢 如果特朗普总统真的这样做的话呢 还有可能会受到来自法院的挑战 因为法院有可能认定 南方的边境并没有真正到紧急 要宣布紧急状态的地步 那么呢 同时动用这个美国的军队 美军呢 去在国内修建边墙 也可能导致一些争议 因为照理来说美国的军人 只能够在海外行动 那国内呢 应该是国民警卫队的权限 那所以说特朗普总统 如果用了这个国防部的钱 也会导致很多美军 原本要做的一些计划呢 因此而受到延宕 而缺乏经费 那么对此呢 特朗普总统则是表示说 目前他还没有要动用行政权力 来宣布紧急状态 我们看一下 今天早上特朗普总统 在白宫怎么说 我没想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事情很简单 根本不需要 我有绝对的合法权利去宣布 但我不想要这样做 因为这事情太简单了 民主党应该说 他们想要边境安全 我们必须要建一道墙 除此之外 你无法拥有边境的安全 然后我们就可以 顾好自己的生活 民主党阻止我们 也阻止许多很好的人拿到工资 他们只需要说 我们想要边境安全 那就直接代表一道墙 或一道屏障 是的 那虽然特朗普总统这几天 不断地强调说呢 这个是民主党人的错 政府关门 但是呢 其实在政府关门之前 特朗普总统是自己说过 他说呢 这个关门 他自己会负担其责任 我们看一下 他是在2018年的12月11号 特朗普总统在 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 对民主党的佩洛西 还有这个舒默参议员说 他说 为边境安全 关闭政府 我将觉得很光荣 查克 我会负担其责任 我会是把政府关门的那个人 我不会责怪你们民主党 那么这个是特朗普总统 在去年12月11号 政府关门之前 他说他会负担其责任 不过呢 跟现在的说法 是非常的不一样 林森 要因我们再来说一说 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情况 我们知道上个星期 刚刚结束了一轮 美中副部长级的 这样的一个贸易谈判 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时候 就表示说 美中贸易谈判 进行的非常的顺利 他并且说 他将能够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而达成这个协议呢 要比之前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 都达不到的这样的协议 那么说说这方面的详细情况 是的 我们知道呢 1月7号到9号 美中双方的副部长级的贸易代表 在北京进行了贸易谈判 那么之后呢 双方都说进行的很顺利 那么之后呢 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 早上的时候 他只是强调说 这个贸易协定 双方谈得很顺利 而且他也说了 他认为他很有自信 他能够谈出一个 前人所达不到的协议 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 今天早上在白宫的说法 我们和中国谈得非常好 因为关税的缘故 他们现在经济情况很糟 我们的经济则非常好 失业率刚创历史新低 我们国家的情况非常好 我们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都还要好 中国想要谈判 而我跟习近平主席 有很棒的关系 因为跟俄罗斯 跟中国 跟日本 跟印度 打好关系很重要 而我几乎跟每一个人 关系都很好 这是件好事 不是坏事 我想我们将与中国 达成一个协议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将获得 我当总统之前 根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他们只会嘲笑你们的总统 是的 那么在上一轮谈判之后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发出声明说 中国承诺将会购买 更多的美国农业的农产品 以及能源的产品 那么根据这个 美国财政部长 慕女卿 在上星期五说 中国副主席刘鹤 将在1月的下旬 访问华盛顿 来继续与双方的贸易磋商 林森 好 谢谢要议 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 在黄耀义 在白宫的连线报道